千呼万唤惊艳 上线的艳谷也不负众望 剧集开篇就引人入胜 悬念四起 天楚 白迪 南郡三国联姻唤历却暗藏情仇 天楚国师 南郡折门 以及来历不明的死士掠营 搅弄着江湖的兴风血雨 红耀居秘境如世外桃源 掌门却是朝中国师权力高过太子 故事主线渐轻 一众角色先后登场亮相 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尺度换脸镜头 逼真效果 令人砸折 打破传统套路大玩换脸概念 在仙侠剧 青春剧 泛滥大荧幕的大环境下 艳谷以不拘一格的画皮诗题材 打破传统套路 猎奇的设定与紧凑的故事节奏 使其受到广泛关注 丰富的镜头语言 清晰地勾画出灰红的故事结构 场景转换之间 故事情节步步推进 与节奏拖沓的剧作相比堪称良心 天地之间有一类人屏覆特异 乃是情种辗转投生而来 生则情吃 死而艳谷 王赫润饰演的靖书 在艳谷前跪拜 习得一容换脸的世间绝绝 注定此生不凡 换脸即重生 交易的不是一张面皮 而是一个人的命运 走进师门密室的 是顾家夫人赵如氏 走出来的 却是顾家宠妾莫仇 是否有其他人知晓赵夫人的身份 成了扑朔迷离的谜团 一句时时出现的 我知道你是谁 平天悬疑色彩 同梦时大秀凶姬 王赫润贵咒树威言 同梦时饰演的略影 身手不凡 却沉默管言 让人又怕又怜 虽然没有半句言语 却能在眉眼之间 表现出层次丰富的人物情绪 孤冷中带着卑微 看似顺从 无悲无喜 又在情节推动间 对王赫润饰演的禁书 有着微妙的情绪变化 在两场裸露上身的戏中 同梦时大秀凶姬 可见为了塑造略影的 死侍形象下足功夫 王赫润饰演的禁书 虽然做的是一皮一皮的冰冷交易 却是一个温婉细心 有着贵胄气质的大小姐形象 人物层次鲜明 分寸拿捏精准 决断时不怒自卑 疗伤时温情如水 将心怀慈悲 但能变善恶黑白的禁书 演绎的入目三分 丰富的表演经验 使得人物充分立体 表演功敌可见一斑